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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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边那边 又出了一大团妖魔 怎么办啊 招有掌门 招有掌门 中间的符石设置好了 不慌 中间战线的门派 能早要分散支援 等起战线 从北方设议 这边的符石已经设置完成了 好 我们的目的 是布下警戒金灵 不要被妖物打乱节奏 恶门派多坚守一会儿 引尽金灵 就快要设置完成了 黄元这边大局一定 老徐啊 不知道您那边情况如何了 糟了 他们要逃出去了 是师父的剑 师父到了 师父 师父 随我加固封印 是 是 师父 为什么这些妖物 都同时开始发狂一样 四周妖魔同时点狂 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感召 我们只是遵从天性而行 却要如同阔籍老鼠一般 动不动就要被赶尽杀去 绷在这暗无天日之地 镇压百年 你们甘心吗 不甘心 不甘心 只要我们把魔胎寻回 复活尊上 就能重振黄元 虽然一月族搞丢了魔胎 害我等苦寻了五百年未骨 好在尊上早有仇恶 留下三魔器 指引我们寻找魔胎 今日我们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这个叫云长阁的 偏远小仙女 在那儿 有魔神之心 洗髓印的星宿 魔胎魔器相互感应 只要找到洗髓印 就必定能指引我们找到魔胎 复活尊上 指日可待 复活尊上 复光光神 师父 刚刚派您分神 没敢告诉您 天池那边也发现了一栋 什么 从几个时辰之前 天池上的雷云 就一直雷声不断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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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池有异动 师父让我们速速过去 速速 在谭太仙沉没之前 将他斩杀 斩断魔神 并将临时的速度 你把他抬起 谭太仙 这真的是一个人 你不会死 我这究竟什么是洗 只要你活着 打死我 才能有更多的人活下来 看到了她 天空是蓝色的 不 抵折所有星辰的回光 诗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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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做到了 苏苏 我还以为 爹爹 我成功了 我做到了 是的 你力竭 终于成功了 力竭 对 你的劫雷虽不知为何 没有披落下来 但你命中这一劫 算是平安度过了 劫雷 你 不是已经打落了吗 爹爹 我说的不是雷姐 当初 你和赵幽伯伯用过去镜 过去镜 逍遥总在镇派之宝啊 那面镜子我们何时用过呀 是了 我已成功将魔神降临的宿命斩断 爹爹他们未必知晓 用过去镜送我回到五百年前的事 是 素素 莫不是这十年闭关给你闭糊涂了 我闭关了十年 你真不记得了 十年前你突然无火自燃 陷入沉睡 今日才苏醒 所以 如今世上没有魔神 没有同悲道 也没有旷世劫难 对吗 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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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然无恙 真的是太好了 萧林 我一直盼着你能够醒来 不 现在我回来了 应该叫恭迎师兄 多谢大师兄 素素 九屋 走 我们回家去 是 是 是 素素 为何你同我如此深受 老徐啊 素素已经出关了 你这悬了十年的心 终于可以放一放了吧 素素这次出关也是有些蹊跷 修为不禁反退 不知发生了何事 你若有空 替他算上一算 啊 对了 荒原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此事 警戒金灵已经排布队大 那群妖物 暂时是没有办法再行风作浪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独夺没有见到四英精灭两个魔头 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二牟近来在四周三界行踪鬼秘 也不知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算计 还是要当心呢 对了 我师弟的信 赵恩 他不是去云长阁了吗 所幸 他晚到了半日 才侥幸活了下来 我怀疑啊 这次二魔没有出现正是这个原因 此事关系重大 召集众仙们 共同商议才好 可我听说 士肖松的残掌门 在云游之中 不知会到什么时候啊 残掌门 是除魔未到的急先锋 接到消息就会赶过来的 老缺 我今天找你还有一件事情 不须真人 让我去落水河畔 说东南方有异仗 还特意说此事 一定要我亲自见王 我应知道哪儿 结果就捡了个人回来 不知此行所得 是福是祸啊 这不是幽冥传 这是哪里 这是 对了 我掉进了幽冥身处 然后 他就出现了 对了 我掉进了幽冥身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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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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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兵黑奴 在般若附生里 见到过 好 好 仙悠 你没事吧 起来 没事吧 你什么时候醒的也不知一声 我为何会在此处 是我师父把你捡回来的 我师父啊是萧宗的掌门 他是仙门中啊 大名鼎鼎的赵幽真人 你可真是太幸运了 我以施法将下九天甘霖 加上有这护心灵庇佑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将成为一处 仙灵充沛的所在 此地山脉环绕 凹谷之中日月不照 便叫他不照山吧 这 就是明夜留下的不照山 小子 你醒了 都不感谢一下你的救命恩人吗 是他 看来也许我本该活在现在 却因为我 多谢大舅 我还有钥匙要办 告辞 先别着急走啊 你这样来去匆匆 不会是想回幽明川吧 你可知晓这弱水之门 每五百年才能打开一次 就算你能走到弱水之盘 你又如何打开弱水之门呢 我不能留下 我必须要找到他 你不会是想去捞元神吧 人死不能复生 他都已经死了 你把他元神捞回来又有何用呢 你小子还真是都倔虑啊 不许师叔祖传信于我 叫我去肉水边捡人 我还以为能捡到多大的宝贝 怎么就捡回你这么个赔钱货啊 为了救你 花费了我多少逍遥宗的天才地宝啊 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回来 拍拍屁股 就想走啊 那你要怎样 如果找不到他 我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罢了 就当我做了自赔本买卖 我朝忧善始善终 你小子若是一心寻死 也得等出了我逍遥宗的山门再去损 师父 真的就让他这么走了 放心 他离不开彻底 最终还会回来的 好 好 好 这应该就是夜西武说的先门 若是之门已经关闭 再次打开还要等五百年 好 离开这里容易 好 可我又该去哪里找夜西武呢 来 师兄 承让了 这次败了还有下次 我早晚战胜你和你的灼鲲剑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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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澹台殿下离国去都 到我圣国做客 是为了两国邦交 我们当以礼相待 怎可如此肆意气人 从前圣宫之中 你我一位皇子 一位质子 云泥疏隆 又一才 为了兵戎相相 终成家恨过程 我要你下旨 退兵之战 到而今 你我相隔的 应当是生死之箭了 岭志兄不忍我赴死 唯死去方可解脱 今解凶成全 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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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台面生 也是萧陶宗的弟子吗 不知该如何称呼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这位兄台 怕是认错人了吧 在下公也纪吾 是衡阳松掌门 座下大弟子 公也纪吾 原来如此 既然兄台对此地不熟 我便多送你一程吧 实不相瞒 公也师兄 你与我多年前的一位旧友 神貌颇为相似 不知公也师兄 是何方人士 或许你们之间有些渊源 我是 不须真人 收养回来的 此生从何处而来 我也无从知想 又是这个不须真人 我可否见这不须真人一面 他曾传信救我一命 我想亲口向他道谢 就是这里了 不须真人先世后 就藏身于此金花中 那这位不须真人 是因何去世的 听闻不须真人游历过人间 见惯了世人的爱恨离仇 虽看破原法 却未能修成长生之法 直到他九十岁那年 山下新开了家赌方 他是大营特营了一份 担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回山 一高兴跌了一跤 七日后便先试了 那我如何才能当面跟他道谢 只需用我仙门术法召唤即可 像这样 庞一枝 我此次前来 向陛下换一样东西 我想换一瓶陛下的心头血 庞一枝 你要这写作什么 此事就与陛下无关了 这究竟是原神 还是幻象 都不是 这是一种 名叫云端的有趣法术 是不须真人自创的 他说若身有限 意识却可以长存 所以在他先事前 设下了这法术 保留了自己的意识 公爷兄 我有话想问你 问这位不须真人 你可否 先回避一下 一问便是 我正有事要做 先行一步 不须真人 庞一枝 你可知道夜西雾的原神在何处 我该如何找他 想要补挂几户 许我仙门法术才行 庞一枝 庞一枝 这仙门之中究竟有何玄妙 早已故去的萧陵 竟能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庞一枝又为何传信赵游救我 小子 你刚才不还是心急火燎的要走吗 怎么到这会儿 还没走呢 是不是我萧宗太大迷了路啊 要不要 我亲自送你一程啊 好 方才听闻桂派有云端法术 我来问不 你有求于不须真人的云端哪 但是呢 想求他献身解惑 可是要陷入我仙门 领悟心法 才能以灵力换出 既然萧陵在这里 那夜西雾会不会 我要留在这里查个清楚 请掌门赐教 你虽然拜我了 可我没说要收你为徒啊 想入我们逍遥 没那么简单 这样吧 起来 你呢 替我去办一件事 如果办好了 就当你欠我的天才地宝两星了 如何 追拜师这件事嘛 剑来 这把剑名为难知 是我师父生前所指 乃梅花化成 春心双破 不带肃杀 以此人心观视剑 破执念 剑逍遥 这柄剑 今天就交给你做个印证 待你哪天能够唤醒它 便算是领悟了 才能修习心法 入门求到 好 素素 你闭关十年 生死结已过 莫要多思多虑 好好休息吧 我已将澹台剑身上的邪骨抽离 宿命已断 这世间 再无陌生 可倘若这只是一场结束 丹台剑 你真的只是我的黄粮一梦 梦醒了 一切就斗散了 谁在那儿 出来 小师叔 你是何人 我 我不是坏人 我也是我们衡阳宗的弟子 所以 你是姚威师姐的弟子 之前从未见过我 我自拜入师门 就听说咱们衡阳宗有个 无够灵体的小师叔 可你一直在闭关 只能看见那朵雷云 好奇死我了 可是刚刚看见你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好生眼熟啊 这位师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月牙 小师叔叫我名字便好 或者叫我小月牙也行 你叫月牙 对啊 小师叔 怎么了 我叫月福牙 姐姐是你救了我 对吗 你本名叫月福牙 是一月族人 月牙是你后来改的名字 是不是 小师叔你好厉害啊 怎么什么都可以算的 福牙 你为何会来衡阳宗 有一位恩人姐姐救过我 还给我养父母留下一封信 让我有事就来衡阳宗 后来我十五六岁时发了病 到处都医不好 都快要死了 养父母便寻幸将我送来了衡阳宗 好 福牙 过来 福牙 你可还记得你那位恩人姐姐 长什么模样 恩人姐姐 从今往后你就叫月牙了 月福牙这个名字 你只能记在心里 听明白了吗 希望有一日 我们能再遇见你 你是 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 这一切并非一场幻梦 有的人兜兜转转还能重复 恩公姐姐 有的人刻骨铭心 却无缘再见 应该就是这里了 捕照山巷东史里的村中 有一位盲言老狱 是啊 这十五年来 这十五年来 他每日都会站在村口 回来 风雨无阻 从周到夜 等一个人 娘 志儿回来了 我的志儿 我没听错吧 志儿 是你回来了吗 真儿 你真的回来了 老狱的阳寿只剩七天 我回来了 真儿 他一生为善 仙门想在最后 凉却他的心眼 只可惜 他儿子早已不在了 是啊娘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志儿啊 回来了先好好休息 娘给你做吃的 等心啊娘 庞一枝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我得留在小瑶宗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花费多少时间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夜宇 小叔叔 走啊 你吃不吃啊 小叔叔 你不知道吧 这五百年景景变化可大了 我们可以经常下山来散散心啊 你看你看 那边有个说书的 相传千年之前 景盛本师一体 后隔江而至 征战不止 一位国君横空出世 才使得两国重聚一统 开启五百年盛世 与之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走吧 老嫂留步 老嫂若不着急 多留片刻 为我再讲一段如何 姑娘想听什么呀 您便讲讲 五百年前 景国的澹台晋吧 好嘞 姑娘请坐 小师叔 澹台晋是谁啊 他是 景国的国君 话说五百年前 景国势弱 民不聊生 国君澹台晋继位后 力挽狂澜 立一世之功业 开万世之太平 不过今夜呀 不讲这些世人皆知的故事 讲讲密文 传闻中啊 军王澹台晋 华王澹台晋 有一位深爱的女子 这名女子 在史书上只字未留 无名无姓 甚至没有封号 却能够独得帝王的一世恩主 据说 国君澹台晋 寿终正起后 与他那名至爱女子 合葬于澹台王陵 此后五百年来 澹台王室子孙众多 世代明君 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过往 向前走了 的确 那些与我一起的时光 纵使有爱 但也有恨 终究是他漫漫帝王路中的 插满烟火 转瞬即逝 不值得留念 我也该彻底放下 追寻属于我的仙徒 娘 娘 这天刚刚亮 您正在这里做什么 是什么时候了 刚当卯时 不对 不对 我说的是 到春分的时候了 院前有一棵小梅花树 对我很重要 你去帮我看看 开花了没 这 是早已枯死了 这树种下十年了 每年我都期待着它开花 可十年以来 我都未曾如愿过 让活着最痛苦的事情便是 有回忆 无法解脱 如同我被困在幽冥川之中 日日接受弱水冲伤 痛彻行扉 要让婆婆如愿 便要想办法 让她从过去中解脱 让她从过去中解脱 好看 好看 娘 今天 便是婆婆承受最后一日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让婆婆如愿 你 书 你 你 好 儿子 你过来 娘有话要跟你说 怎么了 娘 孩子 你说这人活着 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这人活着 是为了旁人 旁人 若不是为了等我的孩子 我早就死了 若是我也死了 谁还能想着念着我的字呢 娘 我 我不是在这儿吗 娘眼睛瞎了 可心里明白 娘知道 你不是侄儿 不过你是好孩子 陪我到最后 我老婆子 没什么遗憾的了 倒是你 孩子 你家在哪里 可有什么人 还念着你呀 没有 我自有丧母 父亲赠我入国 我身边的人 牵挂的 从来都不是我 不过 我有一个妻子 她护过我 救过我 她一心 都想教我做个好人 都想教我做个好人 那你如今做了好人了吗 我 我不知道 她叫我向山 叫我慈悲 叫我爱人 可我却害死了她 可我却害死了她 如今 已经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若是做坏人 就可以重新找回你的欺负 你愿意吗 她说得对 若我利用魔神的力量 说不定有办法找回叶羞 她说不定有办法找回叶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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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何为如愿 孩子啊 你看看 你看看这周围 梅树 是不是开花了呀 这树啊 本是侄儿临走前才种的 她说 阿娘 等梅树开花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我时常浇灌着她 就是希望 有朝一日 芝儿回来的时候 梅树还在 芝儿就不至于 因为我老麦而感伤难过 原来是这样 我好像 我好像明白了 婆婆的儿子 就是困住她的过去 而这树梅树 就是解锁的钥匙 只要让婆婆认为 梅树开花 儿子归来不会难过 便能了却婆婆的心愿 此剑名为难枝 春心双破 不待宿杀 以难枝法身为之 灌以灵力催生 便可破执念 见逍遥 草木枯荣万象归 万物从容皆自得 破 好 看 花开了 我替您折了一枝 谢谢 你是个好人 娘 娘 婆婆 此生您已公的圆满 来世 定会多有福报 赵游前辈 我想拜前辈为师 做逍遥宗的弟子 留在这里 专心修行 好 小子 我看你还是颇有先缘 就迟到你走不了 既然你从幽冥之水而来 就算是死而复生 现在又要入我先门 不如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 如何呀 我俗家姓苍 不如我占你个便宜 就随我姓苍 取名九民二字 如何呀 何为九民 时机未到 不可尽说 九民这两个字 你喜欢吗 多谢前辈 还前辈吗 多谢师父 好 好徒儿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婆婆的事已告一段落 这把剑还给师父了 我出学道 用不着力气 九民 你在担心什么 这把剑你唤醒过 既已唤醒 这把剑就是你的了 自己收好吧 好 来 我带你看看 我们的逍遥宗 九民 我们不诏山 有六个山坟 这不诏山中心的山峰 名为香炉峰 乃是六峰之中最高的一座 当初摩器坠地 山崩地裂 不诏山乃出 群山四合 六峰特立 天四雄炉 恰是一座先天的阵法 而我们逍遥宗 位居于其中 便可以天地为红炉 炼化万物 沧海桑田 沧海桑田 当年被摩器净染之地 如今 竟成了仙门洞府 随心任意 无不可违 无不可亡 誓为逍遥 由此 我们逍遥宗 也创出独门剑法 将它取名为 逍遥剑义 为阴 欲要修成剑法 先要练阵 洗髓印 是魔神之心 叶兄 好看吗 只有忘记谈台阶 功力才能变强 李子松 装心一些 这样下去不行 我喜欢的人是你 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吗 是吗 是吗 我喜欢你 为何的 也许你 你也要准备我吗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人间宫里好像变强了一下 我也该彻底放下 追寻属于我的仙徒 难道这就是无情徒 如若不尽快顺势而言 转修无情道 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时 天使之力也无法封住仙国 谈谈静语作为明君 过完她的一生 我也不该将自己 永远困在过去的回忆之中 日日忍受监督 原来这就是仙门 这就是叶熙 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叶熙 如果五百年前 我就能感受到这些该多好 小师弟 小师弟 上次您走得匆忙 没来得及介绍 我是沧海 你若遇到什么不便 只管找我就行 多谢师兄 这是藏风 小师弟 你出来乍到 师兄给你指点指点 咱们师父坐下 沧海第二 我排第三 师弟你呢 凡事败事入门 师父都会取个新名字的 你叫藏什么 藏九明 跟咱们的辈分不一样啊 苍氏师父的俗家姓氏 难不成你是太老人家的亲戚 我与掌门从前并不相识 师父改名字有他的道理 我们就别下菜了 对了 师弟 还没给你介绍 我派的大师兄 说到这个大师兄 他叫藏林 是个武痴 这里有点转不过弯 转不过弯 大师兄 其实大师兄呢 只是最新修习于竖法 比别人刻苦用心罢了 对对对 你是师父 新修的徒弟 你是师父 新修的徒弟 要不要过两招试试 你定有特别之处 让我看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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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明师弟 你有伤在身 早点休息吧 我们先走了啊 对对对 大师兄 下次一定要签足一下啊 先门大笔人的过足矣 下次签足一下啊 小师弟 先门大笔非常重要 可千万别忘了练习剑法 好 好 小师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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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仙子在助我修行 也行 赵悠伯伯 您怎么了 我这个人吧 一见到有人板着张冷冰冰的老脸 故作深沉就立马得喝点酒 不然浑身不舒服还会挑眼皮啊 您的酒葫芦呢 我去替您打上一壶来 不用了 以后打酒这种小事 就交给我那新收的乖徒儿去做了 不过我看你这么乖 我就送你一样东西吧 替你占一贯姻缘 别闹了 苏苏她已经决定要修炼无情道了 苏苏 无情道绝非而己 里面的那些利弊得失 你可认真权衡过了 苏苏这十年 虽说是历劫 却更像是涅槃 现在苏苏的体内 一切都已经重塑了 你们衡阳宗怪事可还真多呀 本来苏苏还小 根本情斗未开 何曾历过情结 又为何会转换为无情道呢 看来 谭台镜便是我那一番情结了 爹爹和赵幽伯伯 不用替苏苏为难 既然 我已向爹爹表明了决心 如今也无需再多做惆怒 苏苏 你先回去吧 奇怪 苏苏那番话 不似寻常懵懂女子作言 苏苏 公爷师兄 苏苏 我有话同你讲 反倒是 历经沧桑 好 素素 我们自有相识 这十年来 我的心意一日也未曾改变 大师兄 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害怕看你的脸 师兄 我正要谢你 从前我少不经事 行事吃傻 师兄不嫌弃我愚钝 实施照顾我 教导我 素素心中感激 不知该如何报答 素素 除了感激 你便没有别的话对我讲吗 我们的婚约 我待师兄之心 有亲 有敬 但别无其他 至于终身大事 我会找机会 向爹爹禀命 自己做主 你果然不是过去的素素了 我听懂了 素素 我会向你证明 无论过去现在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 我对你的情意都没有改变 不知道到时 你能否将我考量进你的终身大事里 来日方长 师兄 我不知将来你我会如何 如今 也只有随缘顺义了 我明白了 我会等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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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翻新时 太眸间 忽然月上雀 红尘是花三千 大雪凌落的夜 测一只岁云是 怀抱一只蝴蝶 舞的是浊水里 把回忆吸一遍 从此不相见 我牵过软鱼太过的话 眼酸倒说梦话 青丝盘几圈 一岁无碍 一方有无尽的后怕 几万千时光走马 独行过一瞬悲哀 自去冷漫 深夜与不暇 千长如月光无暇 你听那一不一席的话 如同终生芳华 无论走多久 醒着风沙 那月光与我是铠甲 经历来是带着伤疤 也许就温柔活一下 自去冷漫 深夜与孤沙 那恨过的重爱 。。。 傻 dont无奉 也有重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